还记得几年前 艺人贾静雯跟前夫孙志浩 他们当时为了争夺女儿的监护权 上演了跨海抢人大战 当时引发社会关注 不过呢我们要告诉你是 未来这种先抢先赢的举动 恐怕会影响到监护权 昨天立法院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 未来父母如果发生恶意藏匿小孩的行为 将会被法官认定是不善意的父母亲 也不利于争取监护权 父母离婚对于小孩来说 无疑是一大打击 后续监护权开判给谁 夫妻之间虎不相让 强子新闻经常闹上版面 像是艺人贾静雯和前夫孙志浩 就曾为了女儿无头妹 展开一场跨海夺人战 于美人和James 李晶晶与王全人 也都因为强子风波备受关注 不过将小孩藏起来 或是刻意带到海外 未来可能会对监护权判定 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增加这个第一项第六款的规定 善意父母原则 就是希望说 父母亲在处理离婚 跟案件千万不要有 先抢先赢的心态 就是要法官去注意说 在这个过去的期间 他们父母各自 有没有对孩子 做出一些不利的 这些行为或者是行动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把孩子藏匿起来 这就是一种不利的行为 反而将来他在争夺 这个监护权上面 反而是对他是更不利的 增定善意父母条款 刻意抢小孩的行为 不再占上风 清权裁判也争设多项依据 可参考学校老师 心理医生的建议 不再只采用社工 短时间访视的意见 我们如何能够期待社工 在短短的一个 到两个小时里面 看得出来 双方的热音方父母 他真的适合监护 或是适合取得侵权 将来的法院 事实上是可以 多方的参佐 多元的专业意见的部分 然后提供一个 最适的调查状态 希望未来法官裁判 更能符合子女利益 让孩子免于因为离婚 而受到更大的伤害 有电TV前子民 朱晴鱼台北报道